复活期第七周星期六 2023年5月27日 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读到宗徒大事录的结束 也读到若望福音的结束 明天圣神降临节也是复活庆期的结束 其实这些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宗徒大事录最后说保路到了罗马 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 基督信仰也因此从罗马扩散到整个罗马帝国 即当时的已知世界 而在若望福音里 若望最后说 耶稣所行的 还有许多别的事 假使一一写出来 所要写的书 连这个世界也容不下 二千年来的无数圣人圣女 都是耶稣在他们身上所行的事的宗徒大事录 都在反映出基督的容貌 这时我们想起保路宗徒 至格林多人后书第三章所说的 你们格林多基督徒就是我们的念书 是写在我们心上 为众人所共识共读的 因为明显的 你们就是我们所写的基督的书信 不是用墨水写的 而是以生活的天主圣神 不是写在石板上 而是写在血肉的心板上 所以 我们每一代的基督徒 都应该是圣神所写的基督的书信 甚至如圣奥斯定说的 我们都应该是基督 圣神降临节以后 开始了教会的常年期 常年期很长 基本上中间没有特别的大庆节 就像我们每一个平凡人平凡的 那扎类生活一样 但是正是在这些平凡的生活里 我们愿意像伯多禄一样跟随耶稣 不论有没有别人的陪伴 福音 这样借着圣神的祝佑 我们再写基督在我们身上 所行的宗徒大事录 我们再继续写基督的福音 最后我们祈祷反省道 当伯多禄今天询问 若望将来怎么样的时候 耶稣回答他 只要管好他自己的事 他的事就是跟随耶稣 若望福音应该是伯多禄 殉道以后很多年才写成的 也就是说 若望这个耶稣的爱徒 看到了好几个伯多禄的继承人 做了教会的领导人 教宗 若望不是教宗 也从来没有挑战过伯多禄的继任人 教宗的首席权 也从来没有说自己才应该是伯多禄的继承人 不是吗 每一个宗徒的圣诏 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跟随耶稣 做好耶稣给他的职务 都是伟大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 每一天 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只要自问有没有努力 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做好的话 我们就是基督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扶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扶船